這項繪自然特展會融入宜蘭元素 所以邀請財運達人余岳孟老師 現場所謂財運生態 也展示許多老師歷年來的精心作品 另外國內外科學家的動植物繪圖 詳細記錄自然發展歷史 並透過精緻解說成就這項精采的 生態科學展覽 所以現場您這邊要非常感謝 各方的協助策展 那我想我們身為世界公民的一員 我們有義務去關懷整個地球的健康跟福祉 因為只有地球的健康跟福祉 我們人類才能夠永續 所以也強調永續性 那我們這次宜蘭的巡迴展 我們要特別感謝余老師 因為余老師38年來 這個仔細還有花了38年的歲月 去觀察這個彩域 那我想宜蘭市好山好水 有很多的農田 那他在水田裡面去觀察彩域 觀察了38年 然後用所謂的方式 所以各位也就了解 為什麼科學插畫 對於我們的不管是自然環境的研究也好 或生物植物的研究都非常重要 那我們會從今天開始到113年的2月18號 在策展這段期間 學生全部都免費 那我們希望能夠大家來共襄盛景 讓這個文化藝術能夠遠遠流場 那非常感謝各位 所有的鄉親好朋友 對著你們這次的策展 謝謝你們的全力的配合 能夠造成今天的這個策展 現場還有珍貴的動植物標本 以及手繪體驗區 就是希望加深民眾對展覽的了解與認知 第一個 我們在這個展覽當中 可以認識台灣所有的植物跟動物 尤其是特有的 保育類的 全部都在這個地方都有 那我們特別跟台灣博物館合作 找了22件珍貴的動植物標本 來這個地方讓大家可以現場去做 繪製觀察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展覽裡面 大家不要只是拿相機 手機拍一拍然後就走掉了 而要能夠靜下來的 仔細用自己的觀察去把它畫出來 所以我們這裡呢 還有一個繪圖的區域 為若使自然教育的虧型 所以這項繪自然特展 現代學生免費進場 一般民眾則是收費50元 繪畫自然成就科學讚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